中国25省市正遭遇持续的雾霾天气侵扰 6号 上海空气质量持续中毒污染 南京再发大气污染红色预警 中小学及幼儿园全部停课 6号早上 南京环保部监测数据显示 南京空气污染指数是467 上海环境监测中心的数据显示 上海市6级污染 PM2.5浓度高达每立方米495.2维克 上海市民毛横峰说 上海空气污染严重的让人喘不过起来 受雾霾影响 从5号起 江苏省几乎所有的高速公路都实施了封闭 南京机场82架次航班延误 长江的江苏段除了张家港水域外 全部实施了临时管制 南京市教育部门5号晚下发紧急通知 全市所有中小学继续停课 江苏部分地方的中小学也都已停课 南京市教育部门说 学校停课期间教师正常到校 没人照看的学生可以送到学校 据大陆媒体报道 由于雾霾天气 上海市患呼吸道疾病的人数比平时增加了三成左右 专家预测 中国雾霾高发的局面可能会持续一二十年 新潮人记者李运舒坦采访报道